文化資產日益受重視 廟宇修復 傳統將益長王道 一報告八道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斧頭 就是要削那個外型 很多的那些什麼 特殊的曲線 外型 替神明打造專屬造型 柔和古今銀帽工藝 驚艷羅浮宮 它每個配件都要拉絲 拉絲在組裝它的輪廓 它的繁複性就在這裡 古蹟修復建築師 還原歷史軌跡樣貌 把修復古蹟當作一個文化工程 還有文化保存的置業去做 五十年前雲林小白宮 傳說嬰兒進去 喝下美軍特殊牛奶 會長成巨人 舊瓶裝新酒 古蹟修復 用新視角看見文資與時俱進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芳姐 今天要帶您來看的是 舊瓶裝新酒 古蹟再生系列報導 現代人追求高科技的同時 不能忘了文化才是經濟的帶動者 台灣有許多珍貴的歷史建築和古蹟 當古蹟面臨了廢棄危機 台灣的下一代又該如何讓它重生呢 首先來看雲林水林鄉 當地有一棟神秘的建築被稱為小白宮 過去相傳美軍曾經在這裡進行人體實驗 許多在地人只知道有不少台灣小男孩 被送進去喝美國援助的牛奶 還要量生長和治理發展 但是沒有人知道白宮裡頭 到底在進行什麼神秘計畫 直到水林茵娜這是紀錄片導演李建成 回鄉拍攝紀錄片 才找出了這一段被遺忘的台美合作歷史 讓半世紀前的友情得以重聚 早上你會來這裡像我帶你帶的 帶他在菌奶那裡 有一個類似一個集中營 我們帶他在那裡給你吃這東西 像現在的金釣光一樣而已 就一棟就喝了 原來這是四驗的 說他們看不好不好 因為這個讓這個善良人 你們身體更佳 云林水林箱又称开台第一箱 1960年代 这栋在水林的白色两前楼建筑 人称美国小白宫 正进行一场神秘的人体实验 小时候都经常在白宫附近这样跑 偶尔都会有听到 小朋友的那一种叫声哭声 可是又不能进来 那时候窗子比较高 我们就这样看看 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50年前后期的小男孩 如今是水灿林国小校长 学校图书馆就是当年小白宫 那时常有美军和吉普车进出 在1960年的困苦年代 相里间传说 只要婴儿进去 喝下美军特殊牛奶 就会头好壮壮 长成巨人 小朋友进到里面 他都会变成巨人 在台湾这些营养品的女儿 都是女儿的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些男生呢 就是长大之后呢 要去帮美国人打仗 美国人打仗 在那里 他们他们打仗 他们如果拿到房子也没用 看着我要只要 不管是 咁地人就不去 几个人就在里面 然后小时候我妈 我爸他们会讲说 我有被美国人养过 就是好像进去 他会帮你检查东西 好像在测升高的仪器 美军神秘小白宫 喂养了多少台湾茵娜 当年工作站的护理人员 多年后因为纪录片拍摄 再相见 你这里看你 这么想 你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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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爱到的 没有都不像 你都不像 你不过我看 多久没有 小姐姐这个字啊 西瓜甜不甜 甜 就是这张近半世纪前 白宫大门口的团体照 让纪录片导演李建成 展开跨越时空的追寻之旅 那里面有饮食品 一个小小的牛海花 你们这儿吗 那是 有做饮饭吗 哦 这样 你们太太到哪里 在这儿 他们都要送食物 你吃你感觉 连台湾一流史 都没记载过的 跨国牛奶研究计划 导演李建成 透过父亲李永景 也就是当年的 白宫总务 和大火在白宫前合影开始 重版故乡云林水林找线索 更远赴美国马里兰州 和约翰·库普金斯大学 揭开美国海军第二医疗研究所 在台湾进行的神秘计划 这应该也是开工的时候 完了整整五年 一块块拼凑还原 被遗忘的台美历史 云林县水林乡这个地方 平均连锁得比一般台湾的地方低 然后加上他92%的人口 他从事农业 他比较少搬迁 所以他才能够找到这些人 来做一个营养研究计划 美国海军部 用有限的资源 蛋白质 只要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 在母亲怀孕期跟未来期 这段时间如果母亲的母体 有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那对将来这个孩子的成长 无论在这个资历 或者是这个体能方面 是最好的 美军选定台湾实验 探究妈妈在孕期营养 是否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作为美国粮食 和营养政策的参考 从1967年1月 在云林水林 进行长达七年的 母体营养研究计划 这在评级的当年 是珍贵的补给 以前比较散 吃营养都不够了 美军吃好 派营养品来给我们饮 人家饮养了吃好 我就尾巴饮养了 都会嘟嘟 它都大口 咕咕咕咕完 咕咕咕完 咕咕咕完这么早 没准我喝不完 到够了 就怕实验不周炎 还要盯着你喝到晚 那要咕咕你 我刚刚还喝酒 那以前是这样 老百人都很不愁着吃 老百人喝得不饺 对啊 老百人喝得不咬 别人喝得喝 不然就喝得不饮 老百人喝得不饮 對啊 在孩子出生 只能用米膚代替牛奶 一番薯籤當主食 稀釋鹽水當配菜的 窮困農村年代 美軍的營養品相當罕見 喝下人工牛奶的孕婦們 孩子出生後 也會被送入神秘白宮 這個啦 這個我兒子啦 是嗎 對嗎 米軍去的房子都很讚 還要用的東西 玩就要比了 我頭腦很好 我才知道這個 我才把你當大大 我沒有在這裡 我家做得很好 肉跟我和那個 吃不完就是可以 照理都很重要 我們家四人都沒法子 那些人一直是 很貴的人 那是他們說 已經買七塊 我說沒兩萬塊 那是兩萬塊很大年 我說還元八萬也沒 那被美國人養大的小男孩 后来又变成 响礼笑谈的巨人吗 讲说身体状况 觉得还是OK 不像人家 很容易生病 我感觉是害怕也不错 他要亲家说 吃牛奶的事情 吃牛奶这么久 当年男孩杨大侠 现在是寺庙建筑工程老板 纪录片中 喝着牛奶的孕妇 就是杨大侠的母亲 小时候的三人 现在的 很高点 在这边长大了 好事在这个门口庭 在门口庭才好 不知道是因为 我们的环境比较不好 刚才有人来找 我妈妈说 说反正有人美国来要吃 我们这个叫美国来吃 因为这是美国人 他开始来吃 当年的宝宝们 一个个早已为人父 五十多年前 骑着脚踏车 送牛奶的住村护士们 如今也都子孙满堂 白宫伙伴这一天 在一起聚 当年总总仿佛就像昨日 当时工作站的成员 可说高富帅白富美 计划主持人周田博士 大手笔聘雇当地员工 以护士来说 一个月一千二到一千四百元 比当时正式教师的薪水 还要高 住村护士则负着招募 二十到二十八岁 已婚健康 且正怀第二或第三胎的母亲 作为研究对象 我互相松北 虽然要二十四斟嘛 这个营养工作是 二十四起十四的村庄嘛 下去研究的 他们每天六点都要到田里去 我们就五点半 会带到田里去 让他喝 必须把这个眼睛看着 他这个东西喝完 就是要看着你喝完 每天亲访孕妇 发放罐装十二点五盎司的 流脂营养补品 再回收空罐 还要一一去家中记录饮食 我就去给你家煮吃了 煮之前要给他吃 那个米多少 那个菜多少 米煮起来 还剩还多少这样 研究物求精准 现在的电脑教室 曾是当年主管办公室 每周三住存护士们在这开会 阅读空间就是当年的育婴室 到镜头那里都是婴儿的床 然后有隔板 每一个小婴儿都一个 一个床护士 就这班就要记录 比如说这个小宝宝 他有发烧了是什么的 我们就让他集中在这里 躺在这里吃牛奶 喂他们吃牛奶 这里整排 这一整排都是浴缸 就有台子 我们就抱上去 这整排都会在这里吸着 他们进来很快就能睡 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好了 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冷气 这里又很干净 当年的总务李永景直言 印象最深刻的是 智力测验观察室 两边是智力测验老师 这单面玻璃 如果小朋友在里面 里面还有一个老师 老师会他玩东西 让老师在这里采判 我看几分几分 你哪到底花意有没有出环 但随着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 美国撤离这一台实验 逆星故事就此埋没 如今纪录片曝光 白宫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早已李湘的长辈们 也开始联系聚起来 十年转 故意联明 有两个好 正的老人淋过 美国的故隆 有十麻烦人 来历史建筑 这一家里面 我跟你说 我们就是 这就是我们董事的儿子 他就是说 听说我们以前的商用品 他就觉得很幸福 一路半世纪的美元故事 透过募资 登上大荧幕 他最难工作 在七八年 可能爸爸就说 只听你那样 我知道他有很多情形 也会有很多情形 做这个事情 他的观望 尤其是说 他说 这都要把我们爸做 80岁是什么的 所以今天这一句话 我也是很感动 赞惠拉白宫 获得无数国际影展肯定 但导演只希望 云林小白宫 未来不只是图书馆 我下一步想要努力的 可能就是 把它变成一个电视剧 或者电影 先开美元神秘面纱 找回半世纪前的 在地历史 更延续60年后的 珍贵情谊 赞惠拉白宫 传承的世代记忆 总有一天会在相聚 不用铁钉也可以建妙语 下一段节目就带您来看 人间国宝 大墓师傅许汉珍 用大墓座掀起文艺复兴 台湾庙宇密集 数量超过一万两千间 而大墓座 是和宗教建筑 息息相关的工艺 靠着精致准确的损卯记忆 巨大如庙宇结构 细微如神以请教 不靠一支铁钉 就能够稳固成型了 当传统延续到当代 传承也要与时俱进 台湾大墓座 要掀起文艺复兴的浪潮 静新闻团队记录了 被称为人间国宝的 大墓师傅许汉珍 用超过一甲子的岁月 修复了将近七十座庙宇 很多年轻的大墓座匠师 师承古法 运用在古迹庙宇的修复工程 每年在彼岸天河 每年在彼岸天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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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木构造里面最复杂的 就是最华丽的 都是庙宇建筑 这些沙屋越来越少 走了之后 这东西就跟着就不见 而且大部分的大墓匠师 他都没有传 人间国宝许汉珍 回到自己修建的古庙 师傅是尊称有特殊工艺的匠师 所以大家都叫高龄 九十五岁的他汉珍师 最厉害的大墓师傅 基本上就是从事庙宇建筑的师作 既是他的主要构造 其实也是他的装饰 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才会让人家感受到那种神圣性 汉式大墓座被列为台湾的文化资产 十七岁就跟着父亲许同卢师傅学习 汉珍师修建过六十七座庙宇 不只是大墓座传统艺术保存者 更获颁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 你有改更新吗 所以这是新的吗 墓料是寺庙大墓构造的主要骨干 以凸出部分的笋和凹进部分的锚 结合构建 在还没有铁钉的年代 不用任何钉子就能牢固的架齐 整座建筑 我们的刀帽都要 要沾河骨 做到就要去贵架 一般民宅不会做出师座 斗工这么复杂的木构造的元素 可是庙宇就需要 当时候师傅在组三川殿 然后架高之后他加了这些斗工组 其实大概就是这根柱子 那时候那个通还没组装 所以我们还没看到这个通的构建 这个对应的这个暴斗已经出现了 那往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斗工组在这个位置 这个整个其实是大墓师傅的那个精华 他必须从无到有的 把一个大墓构造给完成 主要的目标 哪怕的画起来 这些角色都会划心 都教官 精华 精华教官 一损一卯展现力学美感 就能担起坚实沉重的屋顶 流传2000年的木作工艺 多了绘画雕刻 装饰更精致 就连古籍修复的大墓将师 都向汉真斯学习 来你先放一边放一边放一边放 放有有点多 有点碎哦 还要搞什么 看要靠这边要去下架了 这边是那个正垫前六架的排楼面 这边最主要就是一些米啊 一些拱啊 把它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最大的用意就是说 要把这些的 上面的力量分散在这些米啊 这些拱 然后透过柱子把力量往下传递 这放完之后这支连拱 这个连拱就把它可以放上去 对 对啊 这个就是会切一条锅嘛 刚好这个宽度是刚好那支拱的 的宽度 这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在 台湾开始在中式文化资产 所以木作的那个工作机会越来越多 因为沙漪那时候环境是 可能就是手作嘛 所以他那时候一步过八道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斧头就是要销那个外形 很多的那些什么特殊的曲线啊 外形啊 不是像我们像用带锯机啊 用电动包刀这样包一包就好 大木作包含格局规划 两柱构架设计 简易绘图散料 落高则是这项工艺的关键 要对那个比例的话 一定要一根尺来做一个依据 每个构建的位置相对都比较清楚 站高只是画到高度 所以这边看米印的高度 这边是4寸 它这边就是画4寸 这个帐高画好之后 我们到时候在组的时候就把它立起来 就每个构建就垒色水平仪 用的这个帐高 然后把每个构建组起来 我觉得这个组起来的过程当中 会比原本的那些 那些拉水平线啊那种做法还比较快 而且比较准 帐高展现传统技艺的精巧 一块木板就是整座庙宇结构的比例吃 现代建筑工具无法取代 要组起的那种高 那种高就要打起来 它会不会插头 那这木头的 你如果用得不够 刷得不够 草得不够 就变会不起来 变会插 变会插 由这到这嘛 八寸 那这样呢 那头的八寸 三寸喔 到上位呢 你其实就必须控制全局 计划的能力 你要知道说 哪个构建长什么样子 然后在空间尺寸上是什么样 划线准夏巨盛 帐杆一落如胜指 一句话点出帐高的重要 汉真思从35岁第一次植高 建庙担任现场总指挥 一甲子岁月没有松懈 相够鼎盛的庙宇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庙宇的数量甚至于比便利商店还要多 如果要说台湾的代表建筑被庙宇摸属 因为我们的屋檐它是这样子的斜 这个是一个大通 然后大通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瓜把它抓住 靠着三通五瓜和损结技巧 造出庙宇建筑 台湾有超过一万两千座庙宇 大漠传统僵尸却仅剩160人 这恐怕是文化危机 现代都是用钢筋混凝土做的那个庙 所以传统的落高技术 其实慢慢它逐渐稍微已经有点断层 但这却是台湾社会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的人他因为他有心灵的依托 所以我们如果去中国道路 他的格局他可能是比较大一点 但基本上装饰不会华丽 但台湾的庙不一样 假设当族群他们有一些钱 经济发展出来之后 他们就会捡一些钱给庙宇 然后就会去让这个庙 变成他们的信仰的中心 台湾和中国的庙宇发展出各自特色 和西方的建筑原理也不同 欧洲的教堂它会很高 所以下面会很重 然后它就透过比较大的柱子 大的墙或是很多的柱子 然后还有伏壁非伏壁去支撑 但是台湾的庙宇 因为它是水平发展的 所以它最重要它是要去处理 它的屋顶下来的重量 庙宇陪伴人们走过历史分叠 大木座工艺支撑地方文化和族群认同 僵师跨越传统到现代 将近一个世界的淬炼 刻画了台湾最深厚的德韵 打破传统经营工艺壁垒分明的限制 将平面图腾3D化 稍后来看工艺师苏建安的营茂秘境 他的作品是连罗浮宫都赞叹的 台湾各大庙宇 除了庄严肃末的建筑令人赞叹 最吸引信徒目光的 还是一尊尊神像身上的行头 而银帽工艺师就是神明专属的造型师 小从炼牌 扇刀到佛城 大致全套的神衣跟顶上的官帽 凭借着工艺师精湛的手艺 不仅能烘托神威 甚至能引领时尚潮流 台南这位银帽工艺师苏建安 他将银帽工艺与金银饰品 家具家饰结合 这个崭新的做法为传统工艺 注入了时尚活水 连北港武德工的财神爷 都指明要由他来打造 价值五百万的新神帽 而苏建安的作品更到法国罗浮工参展 彦金四座 钻石笔头撞击平滑银珠 遭客经验遁显立体映出光泽 双手一收一放 脑中轮廓现行 充满流线感的云角 经过灼烧后摆出不同的阵势 他就有一个辨诗歌 那我的作品这样才能够一致 沾了彭沙的银丝银片 在烈火激情中融为一体 轻敲银片眼前的塌陷 造就了正面的华丽 一颗颗银珠浮上台面 脆火重生的矽钢锥落在银面上 碰撞出银尸生命力 续着围长头发 眼神始终追逐着指尖 埋首在银色世界的苏建安 是位银帽工艺师 他替神明打造专属造型 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出品过的银帽高达数千顶 思维之前有会想过说 做卷会不会被机械所替代 复制的话有人做过 可是不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银的属性 你只要复制出来 会有银撑 会加增加它的重量 而且精致度也不够 一顶银帽至少需要三十几个配件 而一个配件 又由十几个小零件组成 这些全都只能纯手工慢慢熬 这个是用银线拉丝之后 再把它焊成这样的一个轮控状 最主要是做在于轮的身体 一小片要好几个礼拜 很容易 银块经过碾压拉长成条 再一遍遍重复越拉越细 最终变成比头发还细的银丝 这些银丝柔合成麻花状 便称为柳丝 在柳丝技法上出神入化的苏建庵 能让蝴蝶 孔雀和各式花朵仿佛活物 尝试过灌浆 塑造等各种方法 他终于研究出 将数十条银丝麻花粘着成条 只要弯折一次 就能制作数十片一模一样的造型 但复制用在银工上仅此而已 每个配件还是得靠十打十的硬功夫 一个配件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组装在帽子上 一顶帽子有九条笼 这是一对一对 那拉斯在组装它的轮廓 它的繁复性就在这里 不仅制作配件很费工 光是组装银帽 就要七八个小时起跳 即使手法老练如苏建安 完成一顶银帽 依旧要耗时将近一个月 本来是不规则嘛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调整 相对称 用镊子扯动银丝 让银帽上的配件左右对称 还要兼顾3D立体弧度 调整到最好看的角度 全靠它数十年来经验累积 回想当年还没入行时 看到比自己大11岁的哥哥 苏启松 每天每日每夜地感制银帽 苏建安曾经很抗拒 以前在做的时候是因为要交建给客户 他必须要赶时间甚至加班 那连礼拜天也没有休息 甚至做到晚上半夜12点多 大哥在做我会觉得一件 一般是一条楼一条缝 好像都要做一两天甚至一个礼拜 会绝对说我打手我也不会去打去打 出生在传统工艺营茂世家的苏建安 本来考上公务员准备报到 但大哥苏启松彻夜的一席话 让他在报到前一刻改变了心意 你那么喜欢大自然 你那么喜欢说你喜欢出国 要去世界各地砍一砍 那我跟你讲 你考上公务员之后你不能出国 深知上网自由潇洒的苏建安 哪里忍受得了公务员的枯燥乏味 父兄特地安排他 从较困难的进攻入门 刚开始的确很难 我当学徒那时候也有想打退堂 将近要做12个小时当学徒 经过这样一年的时间 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觉得就一个不甘心 舍弃公务员稳定工作才换来的技术 苏建安拼了命想挑战工艺极限 他把黄金技术运用在自家银帽上 更在银植上镀金再一丝丝刮除 藉由刮金双色技法 让银帽银饰更有层次感 那这一顶黄帽是用柳絲技法 刮金双色 镀金双色 还有钻砂的技法 就是以古代的一个龙的方式来制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龙头 光是这个龙头就有7个配件组装 比如说眼睛 鼻子 眉毛 容须 还有牙齿 银帽上每个细节都是针对客户量身打造 因为神像的头围 身高 姿态都不相同 苏建然一定亲自丈量设计定做 他会看说你的神像高度 你的宽度 这里帽子适不适合用在这个版型 是不是用在忠证神像上面 他为什么会亲自戴上去 他讲人一句话 你小心着得走 没那个马œud 我给 dich远金 他的作品多年来 拿下台湾工艺竞赛 和台湾优良甭品奖 苏家也被政府辦列为台湾公立之家 北港武德罗更慕名而来 搬出9999纯黃金 請苏建案幫忙打造 财神爷的神冒 五顶共要价上百万 从银要驾驭黄金 不好驾驭 你要把黄金的质感做出来 那你的汉药 各方面也不能添加太多 黄金我们会用跑水的方式 就是黄金连黄金 不用任何的汉药 高超的精工技艺 苏建安的作品高贵精致 却不流于反射 除了追求质感 更勇于走出新世代新意向 神明的银帽每年都要送洗整理 上头的红色龙球会褪色变脏 是一定要更换的消耗品 因为这个不能乱丢 每年都要烧一次 越烧越愧对大自然 所以说我就跟我大哥决定说 我们一定要把它改掉 可是要改变传统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们唯有做一些牺牲 苏建安不想再烧 便自掏腰包 用较贵的玉珠替代传统龙球 对环境更友善 也能提升作品精致度 但苏建安更想将这种老工艺 融入日常生活 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杯子 可以用复合美材的玻璃跟银来结合 介入到一个生活的一个免学 这方面能够得以延伸 我觉得这个才是文化真正的重点 悬在半空中的时尚灯照 谁能想到竟是传统的巴凤银帽 羽毛 叶片和传统龙纹结合 点亮了低调奢华的日常 就连家具都充满浓浓工艺气息 这张是为罗武功 那时候要代表国家去展览的时候 所制作的代表作品 就可以放一个茶盘 饮料 放在这边 以漂流木作为基底 耗费三个多月精雕细琢 让枯萎的树干上 重新攀爬出银色生命力 他的作品总让国际市场惊艳 对于工艺传承也毫不懈怠 我人生后伴长就好像就在这里 教学传承 哪怕一年只教一个 只要有一个发芽那就值得了 用传统玩出新鲜事 苏建然的银饰创作 不仅完美结合生活乐趣 也替古今接轨 做了最佳演绎 古今修复建筑师 最困难的是还原古籍的原貌 下一段节目要带您来看 被业界誉为古籍 修复权威的徐玉建 如何让荒废的百年古籍重生 台湾地狭人筹 拥有许多不同时期 遗留下的记忆 其中像是这一栋 位在基隆的 基隆主港出张所所长官社 在日治时期新建的 而随着时间的更迭 百年老建筑早就已经残破不堪了 为了保护修复这些资产 古今修复建筑师的工作 就很重要了 徐玉建被业界誉为 古今修复权威 他知道要重新赋予 这栋老屋灵魂 就必须忠于古今最原始的味道 并且展现工艺工序 像是这个屋价的部分 光是要撑起来 匠师就纯手工 打造出了二十多种笋头 由于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还得仿旧新作 处处充满挑战 许玉建也乐在其中 我修古机是觉得 我应该要把这个 台湾的文化资产 能够从我的手上 传承到下一代 那下一代不会说 因为我介入修复 让这个文化资产价值 减损或者降溢不见 在上等木材上 木工师傅手忍的一刀 又一刀挖空 这个岸神都是 日本时代的传统的 和风的将意 接着方形与圆形木头要结合 全部又要纯手工 复杂的工法技艺 挑战师傅的功力 这也是这栋古机修复工程 最艰难的部分 最困难的是转角的位置 这个屋架转过去 这个地方转过来 这个地方的交界处 非常的复杂 我之前有一些 找到日本时代 盖这栋房子的蓝塞图 这个蓝塞图上面 也都有说明这些 屋架的状况 那么所以我比对了 这个历史的蓝塞图 加上这个现场的残机 还有我们做的模型 三方做了比较以后 我想大致上跟圆茂是 相差不多 因为屋具长 圆木长度有限 屋架转角又多 为了撑起屋架 就还原了20多种损头 这个地方呢 更复杂了 这个就是有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跟这四个构建要组在一起的 它要靠下面这根柱子 这笋头要凸穿出来 来穿过这几个构建 了解眼前不须一根钉子 就牢牢揭起木头的笋头 使遇见双眼流露出 职人才有的自信光芒 其实发现传统工艺 功夫原来这么深 是求学阶段 第一次接触到庙舞工匠 我念了陈大四年现代建筑 我到研究所 碰到这个传统架椅 我就完全投降了 因为我完全不懂 所以结果我重新开始学习 我就打开了一扇 传统工程里面 很深的一门学问 所以我从此就迷恋上 这个传统的工法的建筑 民国82年 他首次修复 大稻城峡海城隍庙 这串起徐玉建 与保存文化资产的情缘 接着又维修台北宾馆 获得全球建筑金奖 及国家卓越建设奖 全国首奖 也让台南林百货 三峡老街 北门等历史古迹重生 被同业誉为古迹修复权威 透过古迹修复的过程 除了把古迹的生命延续之外 我们最主要延续 我们看不到的 快要消失的 珍贵的 传统的降溢 这个过程 这次徐玉建拯救的 是百年日式建筑 就算修到这个高一种观色 我才发现以前修的日式建筑 还没有这栋来得深 过程里面有一些挫败 可是这种挫败 从里面累积一些经验 我就获得很高的一种满足 日治时期 日本将基隆打造为 台湾与日本本地的转运枢纽 为建造基隆港 派来土木工程师松本虎泰 担任基隆港所所长 设计建港期间 他就住在这里作证指挥 等级很高 在高等官是最高的等级 因此建材选用 到降溢工法都是最高规格 可惜后来荒芜颓废 价值不再 刚进来的时候 整个屋架都垮掉了 而且里面有经过 非常多次的翻修 翻修的工法就是 找了一些一般的师傅 因漏就简地去支撑 随意地支撑 然后里面的 原来的这个审街的形式 和小屋的形式都不见了 这让徐玉建很挫折 想要修复古迹原貌 他找来木匠搭出屋架模型 再搬出百年前盖房子 蓝图比对 逐步找回老屋灵魂 日式的传统的木结构 它的隐藏的这个酱液 在这个古迹宝城里面 应该要按照传统工法的酱液 去要求 历仇仿照当时的建材 师傅以消石灰 海藻壶加上麻绒 混合出灰泥土 用来做清格间 这几个东西要混合起来 还要养灰的过程 最少要三个月到半年 这个七石图在日本有1000多年的历史 他们这个酱液是从中华文化传过去 他们自己又在研发 拥有千年历史的建筑工法 在日治时期引进台湾 尽管施工繁复 徐玉建仍坚持仿旧新作 重现酱液 所以这个酱液的工法要用三种漫刀 分三次涂层完成 这个叫做七石图 用力压进去以后 它会凸出来这个缝 当它硬化以后 卡住就不会掉下去 每一个角落细节 都不轻忽地回复它当年样貌 在日式建筑里面 比较高等级的 就会有出现叫铜瓦级 团队师傅也都是精挑细选 像是这个乌瓦铜片 又完美贴合屋顶 每一片间又能分毫不差 无缝连接 考验着正功夫 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周围的地方 可是这种做平板的还好 像做我们做圆的那种 比较难 就是比较要有技巧 红瓦级的这个匠师 他要有减脂玉树的观念 然后互相能够勾得很好 而这一头师傅在装修的是 雨户袋用来收纳雨户 可说是建筑收纳的巧思 雨户袋其实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要把它合的全部都很精准 紧你这样子 师傅在合的过程中 也需要很大的用心 票不票准不准 就是看我们的笋街的密合度 对 所以做起来就是要比较费功夫这样 古迹不只是守护物件延续 更是降义的传承 徐玉建借由古迹修复建筑师之手 让流长的历史文化 世代传唱 台湾古宴一辅二路三蒙甲 第四个就是月经 古宴是描述清代月经港曾经的繁华 而月经就是现代的台南盐水地区 过去众人熟知的是全球十大庆典之一 每年元宵节的盐水风炮 外地游客一定会涌入小镇 去感受风炮带来的震撼 只是元宵盛世过后 街头又变回原来的人口老化的城镇样貌了 在盐水有一对兄弟党 陈雨林 陈雨婷 就希望用软体去改变硬体 于是就开始有了月经港灯节 这为其一个月的灯节 成功让盐水的夜晚多了灯光 多了某艺术 也涌入了观光人潮 甚至让各地的盐水人都回家了 万炮齐发 火光四射 震撼又刺激的台南盐水风炮 是全球十大庆典之一 每年元宵节盐水夜不眠 哪里有神教 哪里就有炮 其中这位艺术家陈雨林 总拿着相机穿梭乱窜的风炮中 风炮很难拍啦 它失败率很高 就是一直按连拍就好了 为了风炮 每年换一台相机 我觉得满值得 从小看到大 推过神教绑过炮城 陈雨林如今是带着同仁一起记录 也机会教育传统风炮文化 并提醒如何注意安全 一拆红纸 那个红纸是要 上面会有写各个境线的人 那个是要献给神明的 所以他们会再烧红纸 烧红纸之后才会开始释放风炮 或许是这传统所带来的光影刺激 这是近年来 盐水元宵节 另一个吸引观光客的活动 月经港登节 创始之初就是陈雨林 陈雨婷两兄弟投入创作 月经港早期是台南对外贸易港口 因为弯月般的河道 被命名月经 但后来河道淤积 盐水也跟着没落 台南市政府为了重现 盐水自然美景 对月经港河川进行整治工程 2010年整治完成 举办首届月经港登节 人口数不到三万的盐水小镇 每年过年到元宵 为期一个月时间 吸引近百万人造访 2018年月经港登节 还获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 德国红点传达设计奖肯定 仿佛从地而起的种子造型 运用了竹子木和铁为创作材料 民众走过的小路径是种子发芽的金 在光痕包覆的空间中移动 就宛如从里头穿越 充获新生 跟传统的灯会不一样 它是比较有创意性的 然后感觉比较现代感 是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光是蕴含在土地里 它其实是很像是我们的文化 一层一层的累积 那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在这第十年的时候 它爆炸 我们只是去捡食它 然后去发掘它 然后让这 把这些光集合在一起 让这块土地被看见 曾经月经港满市不带连 脏乱恶臭 整治过后不再是条臭水沟 两兄弟想起爸爸曾说 早期的盐水也有过灯会 决定用艺术改变小镇风景 我们其实从第一年 在提计划的时候 就是希望把两天的风泡 变成一个月的灯节 然后把一个月的灯节 变成一季的艺术季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整年 盐水常态性的观光 但是我们走了十年 目前才走到一季 盐水灯会某部分 在帮盐水带来的 不只是灯会的观光人潮 它某部分带来的是 用软体改变硬体的建设 因为有观光人潮 就会有这些地方 就有机会被看见 那它就有机会被整心 或者是被修复 十年磨一剑 只为让盐水被世界看见 认为成功不必只有他们 第二届后不投标策展 而是年年参与 希望更多不同艺术家能移居 才能打造艺术小镇 有更大格局 有趣的是地方长辈们 在过程也有不同变化 就是会觉得 你这一件作品 好像没有去年的好 或者是你怎么今年只做这样 你们去年做得怎样 然后可能会去分析作品 他有机会提出建议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跟他讨论 那有的可能他听完 他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那个艺术教要怎么做 那其实我们这几年 就比较大量的在处理 这部分的艺术教育 艺术不再取高和寡 而是能深入在地被讨论 想让世界看到盐水 要先知道所处的世界是什么 艺术教育深入粤港广记宫 王岩庙巷 于是产出了460颗 承载祝福的点亮平安灯笼 因为以前盐水还没有灯节的时候 其实很多年轻人 可能除夕夜回来 吃晚饭他们就要走了 因为可能孙子会想说 盐水超无聊的 有了灯节之后 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些老人家他们的感受是 我的儿子我的孙子 他们会在回来之后 留更长的时间 变成他们的一种 有一种共荣感 就很高兴跟他接到说 这个灯笼是我画的 这个是金布银 孙子什么画的 就觉得很好玩 灯笼象征祈求世界平安 度过疫情 光是元旦三天廉价 就吸引上万人自参观 整个盐水就是美术馆 甚至也成了 可以回来生根的地方 无论是承载着记忆 及历史的建筑 庆典或是匠人记忆 百年古迹 这些文化资产 是值得一代代 传承下去的珍贵宝物 感谢您收看 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大方姐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